拜托有民众如果有看到他 麻烦把他留下来帮我们报警 我们找人很着急 拜托拜托 云林希罗老翁离家八天 二行交集贴海报巡员 云林希罗患了失去症的78岁陈老先生 8月17起脚要车出门后 及时去中医 由于陈老先生还患有高血压糖尿病等多重疾病 李嘉石身上没带药 家人担心不已 8天来每天从清晨5点早到半夜12点 依然无手获 跟警察局报案 可是警察局整个跑家的速度还是慢一点 那我们自己也请那个搜救犬来帮我们做学习 但是一直还是没有信长 陈家人担心 最大第七押带来的豪雨 会冲淡老翁的气味 增加搜救犬搜寻的困难度 心急如焚 8天以来陈家人还印制了上千张寻人启示 贴在机车上货车上 请邻女朋友广为代发 上千张了 这样了 报警 搜救犬 寻人启示 空拍机 陈家人能做的都做了 也求神门谱请神明指点明经 依然一无所获 本所在此呼吁西罗陡六地区民众 如果发现陈老先生的身影 请立即跟警方或家属联络 陈家人表示 不论老翁是生是死 都希望再见父亲一面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